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老范 今天啊,跟大家讲讲又一个行业在2021年被终结了 这个行业是什么呢? 它有很多很多名字 有的呢,叫互联网玄学 有的呢,叫命理科技 还有呢,叫大数据星座运势 实际上呢,大家用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来理解 就叫互联网算命 就这个行业呢,在2021年基本上终结了 本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生意 然后极细赚钱的一个生意 这个就没了 当然了,这个跟双减比起来 这个还可以,这个损失没有那么大吧 毕竟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份额被干掉 但其实这个行业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挣钱的行业 这个市场份额应该每年大概上千亿 应该还是有的 每年上千亿的市场份额 直接被干掉了 你说双减我们知道是怎么干掉的 这个算个命 你说你咋把他干掉了呢 对吧 这个去年年底啊 2021年的年底 这个出了一个文件 叫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然后呢 这个管理办法呢 是在2022年 就是今年的3月1号开始实行 这个里头呢 就对这些事情都有一定的规定 包括比如说你在讲经啊 讲各种教义啊 讲所有这些东西啊 都是不允许了啊 以后都不可以讲了 包括算命 塔罗牌 星座 然后这个叫做什么风水啊 这些东西也都不可以讲了 啊 这个就是一纸文件下来 整个的一个行业就没了 以前呢 这个算命其实在互联网里 是从来都不允许的 算封建迷信 但是呢 他们用很多方式来规避这件事啊 就是说我跟大家分享 这个叫星座小知识啊 或者分享这个塔罗牌小知识 啊 做一些课程 啊 分享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各种这个啊 叫做阴阳风水八卦 什么这些东西 我去跟大家分享 分享这个 而这事本来原来是没问题的啊 这个但是现在都不行了 现在呢 大家到各种平台上去搜索这些关键词 很多已经变成敏感词 就是搜不出东西来了 啊 像什么这个啊 拼多多呀 像这个啊 小红书啊 什么基本上都搜不出来了 有些就算能搜出来的 可能也都变成一些课程了 就是这个啊 其他的一些比较比较这个啊 什么的已经都没有了啊 比较这个啊 叫做敏感的 就是我上来直接帮你算的这种 已经都藏起来了 这个 这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生意啊 这个叫做什么呢 比如抖音上啊 有一个叫淘白白的啊 蹭蹭蹭就火了 他就是不停的给人看星座 然后微博有一个大号叫同道大叔 啊 也是干这专门赶专门给人算命啊 看运势吧 同道大叔 然后呢 他是融了很多轮的钱 这个而且创始人的已经一元套现 人家跑了 所以这事还是有道理啊 他没被套在里边 这个说明人家自己还是看懂啊 你如果自己被套在里边 就说明你没看懂 他还太跑了 这个包括一些这个 很多这种风水的这种公司啊 什么的 其实很挣钱 我对这个事的看法是什么呢 或者说很多我身边的人 对这个算命的这个事的看法 基本上叫怪力乱神 存而不论 但是呢 也要心存敬畏 你不要说这个 这个事你们就是封建迷信 我就不信你 然后所有东西我都要打倒 然后什么 别想这个 很多我认识的做生意的人 都多多少少信一点点 这事 因为为啥呢 就是 你啊 这个就是你当你去做一个很大的生意的时候 或者去启动一个很大的项目的时候啊 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可知的因素 或者是很偶然的因素来影响他的成功和失败 那么这些事情反正你也不知道 那么如果说我心存敬畏 说哎 有人说你今天不太吉利 不要出门先卖左脚 那我就出门先卖右脚 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对吧 我也不是说 我就相信说这事就有科学依据 我也卖了左脚 就一定会出问题 我也不信这样 哎 但是呢 说我这个 呃 有机会 我想起来 我就先卖先卖右脚啊 这个 我如果想不起来呢 那就算了啊 但这个事 就还是要心里头有一点点敬畏 这个我记得当时是 啊 我在盛大啊 有一次是装修北京的一个办公室 装修完了以后呢 这个 当时这个创新 我在盛大创新院 院长的这个陈大年啊 就说 这个你们请风水先生看了没有啊 当时我们说咱互联网公司啊 还要干这个事吗 那你就不懂了 但是我们把生意做的这么大 还是要心存敬畏的 对吧 那我们就请吧 请了一个风水先生来看 看完了以后啊 人一看说这个 说你这有问题 说这个前面啊 有两个高楼 这个高楼中间有一份 这个份的像一把利剑一样 正对着我们的一个会议室 说这个这个不行 他破破这个风水局了啊 说那后来说这咋办呢 说你去请啊 这个事不能说买啊 要去请两个这个镇的这个兽啊 只要去买这个镇宅的这种神兽 把它摆在这儿 然后呢 把这个对准这个这个份 就就能把这个局破了啊 那那我们说行 我们就去买吧 然后买了两个 大概是石像 是木头的还是石头的 我忘了 是那个雕的那种像 然后摆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破了以后呢 这个那个那个办公室 大概是用了一年多吧 然后创新院就解散了 我觉得好像没破干净啊 这个没破干净 但是这个事反正 呃你还是要信这个事 你说比如说同样是这一个事 我放了啊 然后呢 这个创新院还是还是 这个生意还是没做好 我的心里会怎么想呢 我想哎呀 我已经尽力了 对吧 我已经尽人士听天命了 我已经尽力了 那么这个事也没什么可遗憾的 就算了 那如果比如说风水先生讲了说 哎 你这有一个局 然后你需要破一下 才能把这生意做下去 我没听他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最后还是把生意作败了 这个事呢 这个我就会想 哎呀 我当时如果听了他的 是不是就不会后悔了呢 就大部分人的心态 其实是这样 对吧 这个 当然你说如果我把生意做好了 或者这个这个这个生意 一直做下去了 活活活活的 哎 我也会去想说呀 这个这个风水先生还是厉害啊 这个这个 呃 我当时听了他的话 我会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正向反馈吗 我也会 啊 继续这么往前做 哎 如果比如说 哎 这个我做好了 当时我没听他的 啊 那其实是四种情况吧 这个 我听了风水先生了 没听风水先生了 呃 这个生意做好了 生意没做好 一共四种情况吧 还得组合一下 然后我们最后讲 最后一个 假设 这个 我没听他的 然后这个 我还是把生意做好了 我会怎么想 我会想 老子的命真硬 对吧 没听你的 我一二行 对吧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在你心里 会去影响你的东西 啊 会去影响你的心态 这个事是 它是存在的 这个在啊 2016年开始 就是大量的各种命理的应用 包括微信公众号 包括这个小程序 啊 包括这个什么 啊 这个这个APP 都在冲上来说 大量的挣钱吸金 就这块 这种生意是非常非常挣钱的 啊 而且是作为流量变现 在这个直播电商出来之前 是流量变现里头 大概效率最高的一种方式 就除了把它卖广告 卖卖什么之外 这自己流量进行变现 最好的方式就是算命 啊 这个这个效果极好 啊 特别特别挣钱 啊 现在呢 是彻底不行了啊 现在是彻底不行了 啊 号称是这个叫什么互联网加 这个 这个我估计当时提这个互联网加 是哪个老板提的 老大提的 我已经忘了 这个提他的人 如果知道 大家已经把这个互联网加 用在算命上 互联网加算命 估计鼻子都得气歪了 这时候也算互联网加 啊 这个呢 这个啊 而且算命的项目是做 得到了大量的融资 我印象里可能还是有一两家专门做算命的工资还上市了 啊 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行业啊 一个很神奇的行业 啊 但是在2020年以后呢 这个融资的消息就不多了啊 因为赛道其实基本上占满了 那个时候 啊 但是很多的这个视频播主 因为短视频啊 什么这个东西起来吧 啊 所以又在疯狂的忘记起啊 比如说这个B站上一个66万粉丝的这个塔罗牌博主 这个就是一个小时的收费2000块啊 就是你请他帮你借一局塔罗牌2000块 这个微信小程序啊 直接卖这个占星课 就是他因为他直接替你解这个东西是不行的啊 但是他们经常干嘛呢 就是你卖这买完占星课以后你去上 啊 上完了呢 啊 他会加你个人微信 说你如果想解的话 你在这个个人微信里给我发个红包 我来帮你解 但这个事呢 他就不算一个交易了 啊 他等于这逃避了这个监管 这种占星课呢 一般是一解几十上百啊 或者有几百的有贵的 啊 现在小红书里头呢 也上了一下 就2020年小红书里也上了不少 但2021年年底 这以后这些东西都没了啊 都变成敏感词了 刚才我们呛了 这个生意已经不行了 就2021年急转直下 就是出了刚才咱们讲的那个文件 叫这个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啊 就是这个 哎 当时出那个办法的时候 我就就发现 就是原来在这个出这个之前 这个出了一帮这人去批什么 叫佛缘 对吧 就是一帮小姑娘穿的还很轻薄 在各种佛寺这去照相啊 这个拍短视频啊 蹭人的这个流量 对吧 因为这个他有极大的反差嘛 这个蹭了很多流量 然后这个很多人去批驳他 说这个佛缘不好啊 你们这个佛家清静之地 你怎么可以去干这种事呢 哎 当时我们都觉得啊 这个原来是在打网红啊 打这个东西 以为我懂了啊 当时以为懂了 哎 但其实不是这样 一到这个后边 这个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出来以后 说哦 原来我们以为佛缘打的是缘 现在才到面佛缘打的其实是佛 不是缘 对吧 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许说了 那么啊 陪葬的就是那个占星啊 这个补算啊 这个占卜过 这个塔罗牌 还有这个风水 这些东西是 一起吃挂闹 跟佛一起吃挂闹 被干掉了 这个在 2021年年底啊 急转直下 然后很多呢 他们就转地下了 就像刚才我讲的那样了 他还是在做啊 还是在做 但是呢 他会藏起来 还让你找到他更难一些啊 他们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搞 变成什么了呢 就很多这种占卜社区变成什么 叫星座 心理情感问答社区 啊 我给你做一些心理咨询吧 对吧 这个 这个 我给你做一些这个情感咨询吧 他给你干这些事 啊 我就不给你做这个占卜了 但实际上你进去以后 他还是那套词 啊 那套词 他比较熟 啊 那套词比较熟 这个 还有人呢 就去讲说呀 占星啊 他不是玄学 对吧 他是这个 自有一套缜密的大数据体系啊 他号称这个东西是大数据 这个 还有很多这种AI算命啊 也是干这个事 AI大数据算命 他一般是干嘛呢 他是 做这个几百条 这个比如说面向吧 把这个面向数据啊 啊 做一个数据库 然后呢 这个 你的给你照张相 照张相完了以后呢 他给你出一些就是随机的一些结果 比如说你这个面向啊 对准 比如说这几个结果 然后呢 他在里面 他在随机选一个给你 他这么来干这个事 就是你比如说两次上传同样的一张照片呢 也会出不一样的结果 但是你上那个两张一样的 这个 这个不是上两张不一样的照片会出同样的结果 或者上两张一样的照片 也会出不一样的结果 啊 他是这样的一种玩法 啊 就是现在就等于是已经啊 转地下了啊 在国内基本上没错玩了 咱们再讲说这个啊 叫什么呢 这个算命和推理这件啊 这不叫推理啊 算命和占星这件事呢 它本身是有存在的道理的啊 啊 我并不认为这事 它就是封建民心 这个有一个话是这么讲的 说上一代人算命的 可能源自于无知 说这一代人算命啊 占卜啊 大多是源自于无解 就是我们也知道算命这件事呢 它本身并没有那么科学这件事 哎 但是呢 我们确实啊 面临了很多很多的困扰和这个 就是让你无所适从的事情 你就跟这个世纪节难题 对吧 叫什么 叫今天中午吃什么 对吧 当你面临这种无解的问题的时候 有一个人帮你去做一个选择 降低你的选择成本 这事其实没什么问题 对吧 他其实给你的东西呢 并不是一个这个 啊 叫做啊 一个一个答案啊 而是说只是给你一些建议 啊 你需要的就是一个这样的 这个建议和讲解就完事了 啊 你并不是说哎 他告诉你这样干 你就一定会就比如说哎 我今儿算一下挂说你今儿中午适合吃公报鸡丁 啊 我今儿中午吃了确实是公报鸡丁啊 这个 但我还吃了毛血旺啊 那假设是这样了 这个这个其实我们需要这种建议啊 但是不用特别认真的对待 还有人讲说这个这个东西为什么存在呢 说这个星象学和算命经久不衰 这表明我们多么渴望得到理解 对吧 你还是希望被大家知道 哎 有人就你懂我吗 对吧 你希望有人懂你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希望 而且每一个人去听算命的时候呢 叫听自己想听的 相信自己想相信的 人家说哎 你有血光日灾 我拿一个板装拍在你头上 你看你有没有对吧 这个事他是就是我不信 我不爱听 那你再跟我说啥我也不信 所以这个算命先生其实很多还是 这个待会我们来讲讲大概简单玩法啊 简单玩法 当然我也不太懂这个东西 中国呢 还有两句啊 这个就是算命先生这个铁口直断啊 就得谁都说这两句 99%都零啊 特别是这种上班族啊 这个学生和这个这个退休的人说这两句是不好使啊 就上班族 这两句啊 就是百分之百零 这两句是什么呢 叫你怀才不遇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呢 叫被小人记恨 啊 这为什么这两句走到哪都零呢 大家自己想想 搁你身上 你是不是有这种想法 是不是觉得这个别人低看了你了 对吧 是不是觉得身边的这个社交关系有些紧张和压力 所以这个对应过来就是这样 就是第一 你怀才不遇 对吧 第二 被小人记恨 这是基本上算命先生讲的全是这两句 甚至呢 在啊 比如说像印度啊 像一些这样的神奇的国家里头呢 叫四大国民级生意 第一个生意叫占星 ABCD四个 A是一个 我还不太会念这个词叫astrology是吧 A-S-T-R-O-L-O-G-Y 啊 这叫这么个词 叫占星 A 这印度的四大生意啊 四大国民生意 ABCD A是这个 B是宝莱坞 C呢 是叫做板球 呃 Crict 啊 Crict 大概是这么念吧 C-R-I-C-K-E-T 板球 D呢 是这个宗教 啊 Devotion 啊 最后是ABCD 呀 这是印度的四大国民经纪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在国外 大家 包括在美国什么的 就大量的人还是在搞这个事 啊 它存在即合理嘛 啊 你不要把一个存在的事情 我非说你不合理这个事 就属于是 你不是对谁不敬吧 就是你确实是违反事情 事态的常理 它存在还是合理的 然后占星和这个算卦 算卦的玩法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占星的人啊 要的其实是一个指导啊 指引啊 随便什么指引都行 就是你 你说哎 你今儿到底应该吃什么 你是吃公报鸡 还是吃毛血旺 还是吃新疆肉丝 对于我来说都挺好的 我就是想吃了今儿中午 该吃什么 对吧 你指引我什么 我都挺开心的 而且呢 这个很多这个去算命的过程呢 其实是一种 就这般人说自己是心理咨询 其实我觉得啊 也没有大错 也没有大错 什么呢 就是他其实是要得到别人的共鸣 要抓痛点 就是你到底哪不舒服 然后我来帮你做一些心理按摩 对吧 就像刚才我说叫怀才不育和被小人记恨似的 就每一个人可能在社会中跟大家去共存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些这个叫做小的心理按摩 这个呢 就是很多的这个算命的人他叫很善于寻找规律 然后呢 做一些这个总结归纳 像刚才我讲的那两条 对吧 怀才不育和被小人记恨就是这个寻找规律和总结归纳出来的 对吧 然后呢 就能够用一种让别人觉得很合理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然后潜移默化的让别人觉得这个东西说完之后是很有帮助的 对吧 这个就是他们会用一些这种就比较笼统的比较模糊的话 比较宽泛比较笼统的话让你觉得他说的对 这就是算命干的活 这就是算命干的活 最后呢 咱们说算命这个生意啊 是个好生意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 我一直觉得他还是个好生意 包括到年轻人面临各种迷茫和这个困扰的时候 大家去算一算 比如算个姻缘呀 算个这个风水呀 其实都挺好的 甭管你是占星啊 你是算风水啊 算这个什么 中国那个算命叫什么六一八柱还是什么 那个东西我不懂啊 你算一算或者抽个签呀什么的 没什么问题对吧 咱们有时候考试不会还扔骰子和玩耍硬币呢 对吧 这个事他没问题的 就是这是个好生意 在国内呢 反正是玩不下去了 以后呢 如果想做这个事呢 只能到海外去玩 海外还是有很多人会为这种项目去买单的 比如说这个美国有一个案子叫COSA C-O 恒线 S-T-A-R COSA 拿了1500万美金的融资啊 就是上亿人民币的融资 然后人家那占星咋玩呢 人家号称跟NASA 美国宇航局合作 我们去 对吧 你说我都占星了 我不跟这个玩星星的人合作 我跟谁合作呀 对吧 这是 所以大家呢 还是有机会到海外去搞这个事 而越是年轻的人越信的东西 不是老年人信啊 年轻人信 甚至比如说 我去这个 在身上绑个红绳 是不是就可以 这个跟哪个哪个男生女生 就有一点什么小暧昧啊 什么 他们喜欢干这种事 据说日本人特别 日本中学生很爱干啊 这个咱们有当地的这个朋友 可以跟我讲一讲说 你们那的人到底是不是喜欢干这个事 好 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 有听到这的朋友呢 请帮忙啊 点个这个 这个赞 然后点一个这个小铃铛啊 感谢大家收听 再见